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函数应用 HSTACK跟VSTACK的混合应用 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切到Excel这边来看 第一个,这个题目 我要计算每一个人的奖金总额 A蓝是他的名字 B蓝是他的奖金金额 那我们要透过四个步骤来完成 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会写一个等号UNIQUE这个函数 从A2冒号A21的储存格 我们要干嘛呢? 在这个范围内特别注意到 我要只抓独一值 姓名的独一值有没有 你看到这边怎么样?全部都是姓名 五个人,肖阳,上官破,宋千文,云寒跟白贵方 好,那以后我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他的总金额嘛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 等号上一辅这个函数有没有 第一个函数就是论矩 你的条件范围,条件范围是什么? A2冒号A21 所以你要习惯F4把它锁起来 有没有 到底,他的准则是什么? 准则注意到,我要一次五个人都一起做 新版本可以接受一次五个人 就五个人范围就是什么? D2警号有没有 或者你写什么?D2冒号D6 有没有?也可以 D2警号是新版本用的 就是这个范围 D2开始的这个范围,有资料的范围 然后再来 第三个参数是我要计算的什么范围 什么范围呢?就是什么? C2冒号C21 这个范围 右括号Enter 他就把你算出来有没有? 所有的资料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到一个问题点来了 为什么?D2冒号D6 D2冒号D6没有错 A2冒号A21 有没有?B2 注意到这个是B2 打错储存格不好意思 冒号B21 然后这时候就算出来 所有的数值的总total 有没有? 算完了以后 注意到这是用几个函数 两个公式 两个函数去算出来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结合成一个公式 可以的 结合成一个公式呢 基本上怎样? 我们把左边这个公式干嘛? 把它杀掉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呢 我把它干嘛?贴到这边来 注意到这里有个条件 D2冒号D6有没有? 就是刚刚干嘛? 我们抓出来用Unicode 抓出来的东西 UNIQEE所抓出来的资料 所以我这边把这个公式 抠在哪里? 抠在第二个参数这边有没有? UNIQEE刮虎A2冒号A21 这样子 然后Enter 它就要帮你算出来什么? 总和还是算出来哦 算出来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值一有什么? 金额的总和,但是谁呢? 谁没有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函数 HSTACK 有没有? 刮虎干嘛? 把刚刚那个再给它贴上去 有没有? 逗点 第一栏 第一栏就是我们用什么? UNIQEE抓出来的姓名 有没有? 唯一值 然后第二栏就是计算 第一栏资料里面的什么? 金额总计 所以Enter 它就要你算出来 注意到一件事情 HSTACK UNIQEE A2冒号 A21 逗点 然后注意到后面 小了一个右括号 小了一个右括号 这个一定要右括号把它弄出来 好,OK 这时候资料已经出来了 姓名 加上它的金额的总计 有没有? 就出来了 好,再来 标题 标题有没有? 它这边没有标题 我要把标题加进来 所以我在标题加进来 是用到另外一个函数 VSTACK 刮虎 第一件事起就是什么? 它的第一个参数 资料范围就是什么? A1到B1 有没有? 逗点 加上干嘛 刚刚我们抓这两栏 然后最后面加一个右括号 Enter 它就把你加上标题了 姓名金额有没有? 我让你加上标题 明显这样看就知道了 有没有? 姓名金额 然后再上每个人的资料 所以 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用一种什么方式? 就是 结合很多函数 一步一步把它干嘛 组合起来以后呢? 一个公式就解决了 一个公式就解决 但是有一点特别的 请你注意到 VSTACK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它是两栏 HSTACK里面的参数也是 两栏 所以是二对二 你不要到处来一个什么 这边三栏 这边两栏 那没办法 因为 中间多了一栏会有问题 中间只要多一栏 它就不可以干嘛 搭配了 一定要干嘛 栏树一样 两栏对两栏 好